这个一个电池的话还是得不少钱的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欧洲龙台 有个老乡送来了一个电池 这个老乡是专门搞水电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电动器子上面的 这个电池它说充不了电 充不了电 然后我们拿这个表来测一下 这之前我们也测了一下 这个表测了一下的话 它这个电压有19.48V 说明电池是有电的 但这个老乡他说 他这个充电器弄丢了 找不着了 所以说我们又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充电器 我买了一个 这个是个21V的 我买了个21V充电器 但是我们把充电器插上之后 这个灯不转灯 它还是绿灯 实际上这个它是有一点亏电的 但是没有充电的反应 所以说我现在把室里面这个保护板坏了 我们把这个保护板拆开看一下 看一下 这支电池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是一个保护板 两个触电 然后它的充电器是直接外插的这种 圆形的这种接口的充电器 然后这里有一个MOS管 这一个开关管 应该是这个保护板 上面坏掉了 那哪里坏了 咱们也不好查 也没有什么维修的必要 看一下这个 拆一下看一下 它是 一二三四五 五级电池串联的 充满电的话是21V电压 45252510 21V电压 我们就把这个保护板拆下来 我们已经提前买好的这个保护板 这是一毛一样的 尺寸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拆一下 我们从这个电源的上面开始拆 拆B正 然后是B4 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拆 然后最后拆这个B4 好拆完了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给它装出去 焊接的话我们也是相反的顺势 先B4 然后B1B2B3 这样顺势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来 试一下啊 这个已经焊接完毕了 测一些电压 是不是需要激活 看一下 不需要激活就有电压了 然后我们再一个充电器试一下啊 看一下现在充电器是绿灯 绿灯我们插上之后 看到没有 诶 红灯了 现在就OK了 说明这个板确实是有问题了 我可以把壳子给它装上啊 安装完毕了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 电池的维修工作 这个一个电池的话还是得不少钱的 正宗一点的话买一个电池得 八九十甚至上百块钱 一个质量好一点的 这个的话我们这个板子的话 买的一个新板子成本 大概就花了十块钱 修复一块电池 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因为客户说这个电池的使用效果还可以 耐久性还是不错的 当然买这个板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接手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维修视频就结束了 朋友们 喜欢的点个关注转发和点赞 拜拜